欢迎各位有全面进场 如果你是喜欢我的节目 希望你可以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话说今天就有德国的媒体爆料 原来大陆的外交官 周围找人去游说外国 想外国为中国的防控工作点赞 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呢 根据这个德国媒体 周日世界报的爆料 原来中国的外交官 最近试图游说德国的官员 请他们公开赞扬中国的防控措施做得好 只不过德国外交部 已经在上个月明确建议联邦政府各个部位 千万不要中计 不要满足中方的要求 另外德国的宪法保卫局 就对这份周日世界报道 中国官员就着疫情 积极地推行外部宣传的政策 积极地打资讯战和宣传战 无非都是想改写历史 而且要突显中国为西方国家提供援助 以塑造中国是一个冷静克服危机 和可靠伙伴的形象 而在最近这几个星期 中国的确是向欧洲多个国家 捐赠或者出售他们极需要的医疗物资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就说 在这一场疫情的危机当中 中国积极地援助欧洲 的确是为了扩张地缘政治影响力 这次就真是中国之心路人皆见了 中国在过去这段时间搞那么多动作出来 又向欧洲国家捐赠物资 又向欧洲国家派出医疗队伍进行支援的工作 然后还被德国媒体踢爆 中国外交官员游说外国政要 为中国的防控工作来称赞 他搞那么多事 无非都是为了几个目的 第一就是要扩大中国在欧洲的影响力 试图要跟欧盟抗衡 事实上欧盟今次在处理疫情的应对当中 在初期是比较迟钝 因为他们真的相信了世卫组织的说法 认为没什么大不了 后来当然就发展到今天这个境地 中国就摆明是成人之危以日代劳 在中国爆发疫情的时候 他们不单止自己又生产一些医疗物资 而且又高价向全球首购有关的物资 所以团积了大批医疗资源 而德国和法国对其他欧盟成员国的 支援未到位的时候 中国就填补了这个空白 所以他们才有这个空间来展开 所谓的医疗外交和口罩外交 第二个目的就是正如这篇报道所说 中国是想改写历史 如果不是他使鬼派出外交部的 战狼发言人赵立坚 走在Twitter上跟美国进行骂战 他现在在欧洲所做的一切 其实都是想撇清责任 他就是想把自身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第三个目的就是要通过外国政要的口罩来称赞中国 这样就有两个好处 第一对外宣传来说 就可以告诉人家 连外国的政要都称赞我们中国做得好 这样就可以确立得到 中国这个救世者的形象 第二就是对内宣传 这些出口转内销中国就最喜欢做的 自己人赞自己人就卖花赞花香 若然是有些外国政要都赞中国的时候 那就听到那些小粉红鬼那么亢奋 我看完这篇报道以后 又回忆起一件事 我在这个节目当中有讲过的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印象 就是塞尔维亚总统姆士奇 当他在贝尔格莱德的机场 收到来自中国的医疗物资以后 竟然间他就是亲吻这个五星红旗 那我就很好奇了 到底他这个举动 是不是中国向塞尔维亚提供物资的交换条件之一 还是中国的外交官指示他这样做 或者就是他自己本来就想拆鞋 既然你送到物资过来 那就礼上往来 拙下你的旗 那我就很好奇 因为这个迷底还未公开 只不过 这件事就在中国内不断的风传 到今天还在说 当成是中国对外支援的政绩 好在暂时 那些欧洲的主流国家都是不买仗的 暂时就没有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领导人 欧麻得过武士奇 否则就真是令人疑笑大方 好了 接着就讲讲另一件事 这件事还好笑 就是中国的网军竟然间挑动 与泰国网民的马战 只不过又不够人家打 结果就输得一扑一扑 事情的起因到底是什么呢 原来就是有一名中国的网民走去翻旧 翻了两年前的 一名泰国男星Bright和他的女朋友Navy的对话出来 接着就引发了大规模的马战 参与人数超过10万人 到底是什么事呢 这个Bright就跟他女朋友说 你真是穿得好似中国的女孩子 他的女朋友就否认 而且就说自己是走着台湾女孩的风格 哎呀 那个玻璃心当然碎到一地都是啦 否认是中国说自己是台湾 根据一个中国的大原则 哎呀 糟了不行了 又触碰到那些小粉红的神经 于是大战就一触即发了 这个Bright其实在大陆就很出名的 因为现在就有一套BL的泰国的剧集 叫做《假偶天城》 在大陆受到高度的关注 好了 当这一篇对话找出来以后 那些小粉红就马上走去太口珠不伐了 就上Twitter那里 他们翻墙了 走去Twitter那里 跟泰国的网民骂战了 到底他们骂些什么呢 为什么会输呢 首先来说他们愚蠢地 攻击泰国王室 即是攻击泰王 中国网军的如意算盘是怎样的 就是想着透过批评泰王拉玛十世 来去激怒泰国人的 只不过他们又不知道 现在拉玛十世 根本上在泰国的民望就相当之低 因为他搞的防控工作 就是弹出弹入 而且他目前 原来就是携带了超过20名的后宫佳麗 远走一个德国的高级酒店来去躲避 激怒泰国人很久了 但是根据泰国的法律 泰国那些国民就不能够批评王室 假如你那些中国网军走去批评他 这样就合了河车 因为不用经过自己的口去说 所以这帮中国网军 小粉红 五毛 就是愚蠢到极致 你就完全是说出了别人的心声 你就帮别人说了 所以这帮泰国网民 显得一念毫不在意 而且还要求中国网军 再说一次 说大声点 搞到这帮小粉红 都站在这里 不知怎么应对 接着中国网军就去问候人家的母亲 这个时候泰国网民就展现出他们的泰式幽默 他们怎么说呢 就说我们泰国人有二十个妈妈 因为泰皇就有二十个后宫皆礼 这帮泰国网民就通过巧妙的四两拨千斤 使得这帮小粉红再次不知所措 后来网战就越演越烈 那些小粉红又骂人 就说你泰国有没有历史的 接着泰国的网友就说 我们不单是没有历史 还没有未来 这个就是幽默式的回答 有些人就隔他 你讲什么历史 是不是讲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 接着那些小粉红又不出声 又骂另一样东西 就说你泰国是一个未开发国家 泰国网友就说 三十年前我们的政府已经是这样说 那又怎样呢 好了 小粉红就说 Your country is poor 就是说你们的国家很穷 泰国人就说 My country is poor Your country is poor 就是说我们国家是穷 不过你的国家就是小红为你 哈哈哈 又搞到他没有声出 所以这帮人就不够人家的创意幽默 一讲到小红为你又不能出声 是不是呀 影射着你的国家领导人 所以 为什么这帮中国网军 是不够人打 就是这个意思 一来 你这帮小粉红纯粹就是 把你自身的不满情绪 就是发泄到在其他的国民身上 你其实就不是在不满这帮泰国的国民 只不过你自身里头 在社会上有些不满的东西 你就不能够针对着那个目标来发泄 所以你就找一个待罪羔羊 你就在网上到处找 就知道现在这个不幸的就是泰国的网民 你够不够胆批评中国的官员 你是不行的 不是不够胆 你够胆你一生人都可以享有一次的言论自由 不过接着被人抓了 所以他们就无处发泄 这个压抑就太强了 第二件事就是 这帮小粉红 你找一个对象 找一个待罪羔羊 你又对于人家的那个 即是时事历史 就是一竅不通的 你首先就是攻击那个泰皇 你就愚蠢了 是不是 泰国的网民根本就显得豪不在意 若然现在的泰皇仍然是普密红的话 你就的而且确是会激怒到那帮泰国网民 但是现在是拉马十势就不同了 所以就搞到他们的攻击是无效化了 最后的就是这帮小粉红 似乎对于泰国网民的反击是无力招架的 他们就骂别人的国家没有历史 别人就重提你八九年的历史 他们就说别人的国家窮 别人就说你那位维尼雄 所以他们就只能够 面对这些反击的时候 不断地洗版 重复地表达宣示自己的立场 最终就搞到很多外国的网民 都加入了这场骂战当中 不过就不是撑这帮小粉红 而是走去二助这帮泰国网民 所以有什么可能这个骂战不输 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地方 学什么鬼要人搞骂战 好了这一节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